《庆余年》开播,范贤婉儿鸡腿定情,张若云李沁剧中初见对话填报了,11月26日晚,电视剧《庆余年》开播,据悉该剧在去年便拍摄完成,但由于影视圈政策原因一直未曾定档,如今终于播出着实令观众新戏,电视剧《庆余年》由张若云与李沁主演,并且还有陈道明、吴刚、孝战、郭其林等加盟,演员阵容强大,受到无数观众期待。 剧中,李沁饰演的林婉儿拿着一只鸡腿藏在宫桌下面,张若云饰演的范贤以为是刺客藏在下面便掀开盖着的桌布,二人初见范贤则是被惊艳到,林婉儿则是一脸好奇,初见场景非常甜蜜,觉得自己被轻薄的林婉儿直接扯下桌布,之后范贤最先起身站在桌子这一侧,看着慢慢起身的林婉儿再一次被惊艳到,说实话很多观众也被李沁的美貌所惊艳, 尤其是李沁还拿着一个吃了一口的鸡腿,美丽之鱼更显得可爱,之后有丫鬟来找林婉儿,在林婉儿快跑出门时停下,范贤说道,你要走啊,你和正殿的那贵人是一起的,之后李沁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笑容,让范贤伸出手,然后把鸡腿递到了范贤手中之后便跑着离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